日本国会参议院大选正式的来登场 那么投票的时间呢 从7月10号的日本时间早上7点到晚上8点截止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位在日本东京都内的一处投票所 可以看到其实今天天气还蛮好的 因此有不少人在一早呢 就带着身份证监来到这里投票 甚至很多人是西家带卷带着小朋友 全家一起来投票哦 不过其实就在这个参议院选举的前两天 发生了这个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遭到枪击身亡的事件 也震惊了日本整个社会 那么其实就来看到呢 在这个绕纸头版的部分哦 这个朝日新闻的部分呢 其实头版就写着 要大家投下民主的一票来守护民主 另外在日经新闻的方面同样也写到 各个党的代表呢 也都纷纷喊出了要守护民主来投票哦 那么其实这一次安倍遭到枪击的事件 因为距离选举实在是太近了 到底会不会对选情有影响 民众的投票意愿又是如何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OK听到民众大多认为安倍的事件会对选情造成影响另一部分 根据目前统计的投票率在提前投票的部分 截至7月8号为止已经超过上次参议院选举 另外根据我所在的投票所统计 上午10点前的投票率也明显比上一次还高 除了投票率之外 大家最关心的选情部分 这次参议院共改选125席 那么关键在于执政党 自民党和公民党 能不能突破至少55席 拿下整个参议院的过半席次 另外再加上支持修宪的在野党 有没有办法拿下三分之二发动修宪门槛的席次 是这次选战的重点数字 而在政策方面物价上涨的经济对策 还有安全保障问题 也是这次选战的焦点议题 这次参议院大选投票将在日本 时间晚间八点结束 投票结果预计深夜会出炉 岸田政权的政策路线 以及安倍枪击案 对选情有多少影响 答案即将揭晓 以上是环宇新闻失去号 在日本东京的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